主料,豆渣300克,白萝卜700克,辅料,油,盐,味精,白胡椒粉,小麦粉,香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白萝卜香菜炸洗干净。 这是擦板,要来加工白萝卜,用擦板将白萝卜擦成丝,小孔的丝很细,擦后就断了。 喜好粗条可以用大孔擦,擦好的白萝卜,白萝卜水气很大,盆里已经有水了,挤出水分,水不挤出,丸子太软,不好做也不好吃,香菜切碎,加盐,味精,胡椒粉,小麦粉,豆腐炸与白萝卜一起搅拌,搅拌均匀即可,团成小丸子。 锅中放油加热,丸子入锅炸,炸至金黄捞出粒油,晾凉,油锅再加热,丸子再次入锅炸至熟,炸两次,丸子熟得透,也更香脆,捞出粒油后即可食用。 烹饭技巧,爱吃腐乳味道可以在调制时发现腐蜀,也很提味,将丸子炸两次,一是丸子熟得透,二是丸子更香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